四季廣東 四季廣東 三季廣東 四季廣東 八季廣東 四季廣東 八季廣東 六季廣東 哈囉 大家好 今天帶大家來吃 越南美食 這間是在西址 它叫做明記 應該可以啊,這隻的碗 喔,對,還會覺得 喔,好亮 喔,有沒有聽到那個聲音 酥脆,酥脆的,好酸喔 它這邊的咖哩雞很特別喔 我以為它是給那個雞塊 就它是給一隻大雞塊 然後裡面的皮 就是麵包的蟹體也不會太厚 好喜歡喔 這個麵包不輸入喔 呵呵 然後你就沾一下汁 就很好吃 應該他們自己做雞排 嗯,它的咖哩 咖哩的味道不會太重 沒有咖味啊 呵呵 它的咖哩是指於偏甜不辣的咖哩 那如果說你想吃辣一點的話 他們的小碟子都可以給你裝魚露 你可以跟他要一點生辣椒 搭配起來就好好吃 我這樣子沾了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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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非常爽 我們另外還有點的就是 生菜沙拉系列的 他們的涼拌木瓜絲 它涼拌木瓜絲也是非常的清爽 然後不嗆 然後它裡面還有放一些蝦仁 所以吃起來也是蠻舒服的 好,另外再來跟你們分享 我現在準備要來吃的 就是它的招牌拼盤 你要不要它的沾醬 我覺得沾魚露跟辣椒就很好吃 那你也可以試試看 好 這個叫什麼? 雞捲喔 雞捲 它裡面長的是這樣子的 沒有放一根甘蔗 你先沾看看 它原本附的那個醬 我覺得雞捲就是屬於甜甜的 它不算很Q的類型 外皮酥酥的 沾看魚露吃 這個魚露辣椒就很好吃 這個魚露辣椒就很好吃 我也覺得 嗯 哦,辣椒有辣 對啊,有辣,很好吃 嗯 這是越南還會吃什麼呢? 生春捲,對吧 看一下喔 它裡面有豬肉片跟一些生菜 然後這邊還有一隻大蝦 這樣整個包紮在一起 那我們來吃看看 嗯,好吃 好吃 吃完生了就可以來吃看它的炸春捲如何囉 那我們一樣沾魚露醬 那如果單吃的話我覺得應該是沒什麼味道 嗯,很酥脆喔 吃炸的東西就想配啤酒 哈哈哈哈 這個就用生菜包著這個豬肉一起吃 再用一些它的九層塔 還有蔬菜 它不是豬肉 這樣子 全部包在一起 一口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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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喜歡越南菜就是因為它又很吃不完整菜 嗯,很好 好吃 好吃 它包這樣包的好吃耶 好吃 好吃 不會 你看看 非常好吃 大火 可以看 對 一定會很酷 2017年的12月 像是四年前了耶 哇 我四年前的時候還吃素 那時候就覺得越南菜超好吃的 對越南菜的印象就非常深刻 每一餐都覺得好好吃喔 還是吧 對啊你看 粉紅叫他 對 對然後現在呢 因為吃昏了 昏的也非常的好吃 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要拌一下比較不會黏鍋 我們說他叫什麼魚 巴沙魚巴沙 有點肉汁比較嫩比較香 你吃的時候小心沙坡湯喔 謝謝 你可以生菜包的吃 謝謝 我們又點了一個魚 鮮魚堡 吃吃看 很嫩耶 有入味入外 嗯 好吃啊 非常入 為什麼要把皮扒掉 喔是喔 魚 魚都放到我肚子裡了 看這個巴沙魚中間是有魚刺的 所以大家如果有點的話 要留意一下魚刺 要先把它去塗之後再把它包在香菜裡面 嗯 放的是蘿蔔 好 就是需要煮比較久的 煮比較久比較好吃 對 所以蘿蔔它這個煮 看你要髒一點還是Q一點 嗯 那你是要先煮一下 好 它有比較的味道 對 所以肉是因為都熟了 肉是熟的煮比較快 滾的時候再煮 要出菜就煮比較快 對 等一下就好了 好 謝謝 謝謝 冬季限定 冬天才有的 羊肉爐 這麼大一坨 然後它下面呢 是一個很厚的 很厚的高度在那邊 所以餃子就可以挖薄 就可以挖薄 這個湯好甜甜喔 喜歡喜歡 所以我們又發現了一家 好喝的羊肉牛 我現在剛把這一滴一碗羊肉湯 快喝完了 我發現一開始你會覺得 欸湯頭蠻甜的蠻好喝的 喝到後面會覺得 有一點辣辣的 它辣的位置大概在這裡 可是不會燒下去這樣 這可以放心 羊肉爐呢 就要來吃吃看它的肉囉 它的肉啊主要是 會肉帶骨頭這樣子 然後也會有 皮帶肉帶骨頭這樣子的 很軟嫩欸 很軟嫩欸 它肉都煮的很軟嫩 太軟嫩了 它肉都煮的很軟嫩 吃看肉是辛苦 雖然有骨頭也不用擔心 因為肉先煮過了 非常軟 讚讚 那今天會來吃這間呢 也是以阿金的推薦 之前也是他都跟同事來吃的一間餐廳 這間餐廳也是非常適合去餐的 因為他空間很大 桌子也很大 然後環境也很舒服 看這個後面就知道多大了 我一間非常適合 對吧 這是什麼 基礎山地八百坪 剛好一些包廂都有這個名字 看這個是越南大食口 還有河內好 這也很適合什麼家庭聚會啊 公司的尾牙 對啊 就是小型建築的 公司那個業務劇參加在這邊 嗯 我原來都不知道有這個地方 嗯 你們的公司都好厲害 因為那些業務啊 嗯 又常常在外面跑來跑去 然後他們就知道哪裡很好吃的 嗯 就帶狗狗來吃 對 趕快就照顧 他們知道都是你做的錢嗎 對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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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